HELLO 大家好 最近墨尔本真的是越来越冷了 一直都觉得手脚都是冰冰凉的 有点怀念国内那种到处可见的足疗中心 可以正儿八经的泡泡脚 在墨尔本我真的还没有怎么见过 这种可以好好去泡脚针脚的地方 但是最近在唐人街发现了一家新开的 看上去很靠谱的样子 于是我今天就约上闺蜜一起去针一下脚 给养养身让自己暖和起来 好啦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家足疗中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到啦 就是这家位于金华戏院楼上的藏传薰针足疗 这里的针脚筒真的好大呀 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可以选择 有去湿 消脂 助眠等不同的功效 我可能想要这个 这个吗 去湿的 对 没有真的流泪 消除皮吧 嗯 我想选这个 藏玫瑰 还有超好喝的热茶可以选择哦 第二个吗 我要黑糖红枣桂圆茶 好 我们开始蒸饺啦 它这边这个 这个是蒸的 不是那种泡饺 是蒸饺很特别哦 没有水 也是热水泡饺 刚蒸了大概两分钟 已经全身开始 开始觉得温暖起来了 它这边很重的一股 中草药味 进来的时候就觉得好疗愈哦 然后这边的这边的这个小姐姐超级温柔的讲话 看我的这个甜甜的茶给我们喝 烫 当然很烫 这套中的会员味 那今天我觉得价格也还蛮合理的 它泡下大概30左右 所以如果大家逛街累了 可以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放松一下的话 到这边来做一会 然后选择 特别现在天气那么冷 对啊 我觉得很会舒服 特别适当的冬天啊 所以这个就是脚步的档麻 然后它蛮大一个桶 它大概整个盖到你的膝盖 我现在已经蒸了大概 有十几分钟了 我已经全身开始冒汗 现在我平时完全不会流汗的人 有没有看出我脸色开始变红润了 然后它这边还可以帮你按摩肩膀啊 按脚这样子 然后价格也还 我觉得还蛮合理的 所以到CT 如果想找个地方放松一下 针针脚按按脚 我觉得这家很不错哦 电给大家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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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